相信这也是人们比较好奇的问题 今天就来讲一讲奶牛的悲惨一生 世界上目前主要产奶牛种 都是黑白花的和斯坦牛 或者是它的改良品种 产奶量远超其他品种 作为牛的一个品种 当然得有公牛与母牛 想挤奶 必须要保证母奶牛处于哺乳期 公牛当然是不产奶的 自然没有什么用 所以母牛产载时生下公牛的话 小公牛的下场是被直接卖到屠宰场 想到定程度被杀掉吃肉 当然还有小部分是用作肿牛 用来繁殖 数量约几万分之一 而有些技术先进的奶牛场 还会用上染色体分离技术 白个死或者我爱分开 保证生女不生男 和那些刚出生的小萝莉牛 在15到18月龄的时候 会根据身体发育情况 考虑让它人工受孕 约10个月后 小母牛分娩 做了妈妈 开始分泌乳汁